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呼吸机将人悦哥 有朋友就问悦哥 这个呼吸机怎么关机 这个关机 我们这里今天跟大家说几个概念 一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 基本上关机说的比较少 就说是出风跟不出风 就是你摁一下机器头顶的开关 或者侧面的开关 它会停止出风 但停止出风之后 它实际上处于一个待机状态 这个待机状态 其实这个时候 你再把电源拔掉 这个叫做彻底关机 我们也叫断电 这种呼吸机不建议说是你 比如说带着笔罩呼呼呼的 你直接拔电源 这个是不建议的 为什么呢 你直接拔电源是可以 但是机器有时候 它逻辑就会有些乱 你下次一插上电源 机器就呼就吹风了 正确的做法是 第一步摘面罩 第二步关机 按机器的开关 第三步拔掉电源 正确的操作是这个操作 瑞斯麦的呼吸机 你把它摁了开关之后 它处于待机状态下的时候 它会保持一个单位的压力 再往外吹 吹30分钟 这个时候 有些人实际上是 电源是不拔的 不拔也没关系 但是建议是拔掉电源 因为我们过去发现过 有些用户的电源适配器故障了 又灯不亮了 电源适配器 因为常年插在墙壁上 遇到打雷或者突然间电网有情况 它那个坏掉了 飞雪派克的机器呢 你要手动开关机 手动出风 停止出风 停止出风之后 然后再拔掉电源 这样是正确的 这下大家懂了吗 我是呼吸机 将人乐歌 谢谢大家 hello it's me